听你本次思教牟尼 听你文所智慧用 听你称大恩上世 无上甚深为妙法 被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俗自 缘吉如来真实意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述胜的菩提信 下面我们先讲 投盖如意宝塞的 这个詹吉伦前世 智者主乡 解脱之教义 那么这个 前世呢 现在讲这个论义的时候 论义呢 整个詹吉伦所有的论义 全部以赞颂慈节的功德 然后呢 获辞破戒的过患 从两方面来这样选手的 昨天呢 破戒律的人 虽然那个 仅仅不识 但是这个来世的时候呢 也是属恶鬼当中 恶趣的这种果报 就是根据如中人的教证 已经宣说了 今天讲第三个问题 以思维四合来世 苦乐而迎去世之力 这个问题有分两个 就是第一个问题呢 就讲这个 中俗刺节功德 与破戒的这个过患 就是第一个呢 有分 就是这个问题 分两个方面 就是一个是 随福德分 素节之乐果 然后以贪心 见女人之过患 就是 就讲这两个问题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 次节的功德吧 就是也就是说 那个随福德分 这个次节 随福德分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没有这个 以空心和悲心 那个所色素的 这样的这种 这个发心 就是这样的这种善根 在宋词当中 是这样讲的 随我处理发心所所解 然以清净善言书解者 将成天女围绕至天子 享受圆满无余胜记系 他这里讲呢 就是说 虽然这个 有些人呢 就是没有这个出离心 也没有这个菩提心 就是我们这个 真正的这个 大乘这个发心当中 来讲出离心和菩提心 是至关重要的 但有些人呢 讲这因为这个 各种原因 就是比如说 这个以三知识啊 以这个环境啊 就是种种原因 虽然没有以这个出离心 和这个菩提心 这个所色素 但是自己呢 就是以这个 清净善言性 清净善言呢 我说 《大圆满前行》当中 也讲了 就是说 我将来就是获得这个 人天福报 不要堕入恶趣 就是以这样的这种心情来 受持清净戒律 也就是说 以前这个南陀呢 就是像这个 相守这个天界的安乐 就是受持戒律一样的 如果以这种心情来受持戒律 就这样的这个 受持清净戒律的清净者吧 就这样的人呢 将成天女围绕之天子 就是将来呢 就是成为这个天子 就是有成千上万个天女 这个所围绕的这个天子 并且呢 就是他可以享用这个圆满 色色相偎 就是整个世间当中 所有的这个 这种 这个鱼苗呢 就是他可以这个享用 就是生起这个极大的这个欢喜心 所以我们 这个如果没有这个 鱼利心和出离心 受受受的这样的心 也实际上是 他不会堕入而去 一定会是转 转着这个 这个山区的这个天界当中 就是享受这个无语的快乐 下面这个头盖如意宝 这个做解释吧 就是我想我们那个 很多人都可能这个羡慕 当时上师如意宝呢 就是在这个失去的一些求学啊 就是我们如果见到了 这个头盖如意宝的是多好啊 就现在我们这些恶劣众生 就是做事众生的话 真可怜 原来有这么好的这个高僧大德 其实呢 如果我们就是真正这个 当时见到的话呢 就是也可能 最多是就是将这些这个教言以为 因为头盖如意宝呢 一般那个讲密法的话呢 就是非常这个少 就是以前上师如意宝也不是讲过吧 其实他老人家这个传述密法呢 就是一般是不公开的 就是也经常就是不传的 呃 所以呢 啊 我想我们我自己都是有时候这样想 就是有时候想 哎 就是当时上师如意宝那样 就是如果到这个失去求学的话 面前这些大德的这个尊严 也是有非常这个大的福报 但有时候看呢 就是我们当时去的话呢 就是可能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头盖如意宝也是是一般的可能现在的一些这个老喇嘛一样的 就是当时他的这个名望啊身份呢 都不是很这个高的 就是除了这个失去的有些失去也是大概一百 一百多人吧 就是上师他们一排的话呢 可能有一百多人 就是没有这个几千个人 就不像我们这个现在的上师那样 也不像那个这个当时呢就是可能除了失去一代的人呢 就是我们这个舍大一代的人以外呢 就是很多人都根本不知道 就是我们见到这样的这个大德也是是不一定这个生气欢喜 那天上师如意宝也讲了 我们这个有些这个善知识就是在世的时候呢 就是很多人都不一定记着信心 就是当他离开了人间或者是当他的这个作品留在这个人间的时候 人们呢就是才知道是哦这样的这个一个人真正很了不起 就是他以前呢就是赖过这个事件 就是这时候呢对他的事业 对他的这个洪法离生的这种种种事业呢 就是生起这个信心 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就是遇到上师如意宝那样呢 就是也应该这个信满一足 一方面的话呢如果我们先见到这个偷开如意宝那样的话呢 就是除了这么殊胜的教言以外 可能就没有这个更殊胜的教言了 他的这个解释呢就是是这样的 就是本来出离心所舍的一切善根是解脱之因 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从这个别解脱之中而言的话呢 出离心所舍的善根呢 就是从这个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因 就是像阿罗汉或者是这个小乘自宗就是所承认的一样 然后菩提心所舍的一切善根呢 就是是臣服之因 这个也知道就是如果要臣佛的话呢 必须要达成菩提心所舍受的这个善根臣服之因 但是除了某些这个圣者高僧大德之为 之外呢 为精通三藏教典 为别圣者护主 就是有些善知识吧 就是善知识色素之人 暂时虽然与之相续当中 无法诉此能解脱 由己耳边侧见三有 一切痛苦的处理性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善知识有原因 就是除了一些高僧大德的相续以外呢 我们一般凡夫人的这个相续当中 不一定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宿舍 就是三界犹如或造 或者是不多而变的这样的这种处理性 因为在这里面的不多 由己而变的话 实际上是也是阿罗汉也有 他有这个任务的这种这个证物 就是据这种这个证物所舍测的 这个三界犹如或造的这样的这个处理性 还有呢 愿将诸众生安置便知复果的发清净菩提心 所舍的三妙戒律 就是虽然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暂时在自己的相续当中是没办法 以这个处理性和菩提心所舍舍的 这样的这个清净三妙的戒律 如果以法清净善缘 获得增上身功德之心 殊此 殊此这个殊此解脱 殊此解脱道的这个解体的别解脱戒 乃至仅仅现在殊此再解当 这个少分戒律者 就是我们这个 虽然没有这个菩提心和出力性 这个所舍所得戒律 但是在自相续当中呢 能受持这个一切解脱的这种体解 就是别解脱戒当中的仅仅是受持再戒 受持再戒的话呢 大家我们所谓的这个八观再戒 就是八观有四种八条戒律 所以叫这个八观戒律 八观戒律呢 就是是这个战士戒 不是这个云远戒 就是不是有生质量这个数的 那么今天早上到明天之间呢 就是今天这个受持 然后这个八观再戒呢 大家很多人都应该这个清楚 然后在这个一日当中的话呢 就是不喝酒 这个什么国物啊 还有这个法满脱象啊 这些就是中共有这个八条吧 就是这个这样的这种这个戒律 就是经济是数字这样的戒律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也是这个别解脱戒当中的 这个一份戒律 这其过往必将转身于天洁 在中毒言 中毒食品厌食 树心月娱 绵妙壮严的天空中 编程 精通记忆 相貌断眼 价耳生息 秦存恋少的天子 就是编程这样的这个天子吧 就这些天子的话呢 就是四周也是有围绕着很多这个这个 这个无眉可爱的这种 这个漂亮的这个天女 就是天女供养成事 在自己所无量未尽之前 一直享受不可言表 安乐无比 十分圆满的色分相为处 五种余妙 并且生起极大的这个欢喜之情 就是就生起这个欢喜心 及其这个欢喜之欲 这样呢 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刚才也讲了吧 就是将来 如果没有这个菩提心和这个出离心 就是将来这个 真正这个获得这个天人的这个过位 就这一点也是这个灾戒 就是圣治悲解脱戒当中 就只有这个一分戒律 这个术师的话呢 就不能这个长期术师 有时候呢 就是术一次这种这个灾戒 这样的这个功德 也是是不可思议的 但我们这个有些人的话呢 就是也有这种说法 这个术戒就是破戒 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最好呢 就是不输戒律 就是有这种这个说法 就这种说法呢 我觉得是这次都是 我没有这个发现 但是呢 就是以前有些人 哎 干脆不如这个不输好一点 就这种说法肯定不合理的 因为你这个术戒 就是下面也应该就是 应用了一些这个 扫墨地方经的这个教证 就是哪怕这个一天 这个术一份戒律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功德 也是是不可思议 就是释迦牟尼佛 也是这个下面 专门有这个讲述的 而且呢 就是将来这个明律菩萨 这个臣服就是 然后他在转法轮的时候 不管是你这个 输了这个戒的人呢 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呢 就是他一定是在这个明律菩萨的家法当中呢 都会这个获得这个解脱的 这是那个 就是边中边发现人的将议啊 就是以前那个荣敦 这个大师 就是他的这个将议当中 还有这个强梅仁波切啊 就是当当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教力 就是所以说呢 就是现在这个台国和一些这个新加坡等很多地方呢 就是有这个暂时的这个断气出家 就是断气出家的话呢 所谓的这个律葬当中有没有这样这个很详细的这种这个说明的话呢 就是这个也是没有这个发现过 我也问了一些 以前那个有些这个专门这个断气出家的有些这个律师吧 就是但他们也说不出什么 就是真正是在哪一部当中是有断气出家的这个说明呢 佛陀清口是这样这个开许的 这种这个说法呢 就是是到目前为止是没有这个很确切的答案 但是呢 我们从一些这个立正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不管是他们这个七天 还是这个七个月七年 就是这样的这个承持的话呢 就是也应该就是承认 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功德 所以对这里呢 就是这个是在戒的话呢 就是当然是也是是这个一天一日 这个一日当中这个所承持的 所以呢 就是仅仅是就是头盖书一帮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解释的时候 用这个仅仅是这个在戒吧 就是用在戒的这种方式来这个解释的 下面讲这个神者智慧经当中这样说的 这个云火山去当次戒 就是要向这个获得就是云火山去当次戒 云火解脱当修行 就是那个就是神者智慧经当中还有一句 就是就是他安徒里顿的策证所 塔律顿的共苏行 就其实这个是那个石心伦司也有和这个这样的相当于 非常这个相同的这样的教证 就是像这个获得善去 就是善去是指的人天福报吧 就人天福报的话呢 次戒就是相当重要的 别戒脱戒当中呢 也是这样讲的 取入善去者 读火至桥梁 就是取入善去的话呢 就是也必须要度过这个轮回的大河 就是灵回的大河的话呢 那么戒律的话呢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 就是翘一样的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翘亮 犹如《光阶经》当中也这样讲 就是随而未闻 焉未见 此戒之人去三去 就是虽然我们这个 现在的这个 这个耳根呢 也是听不到就是未来的这个 这个取出 然而我们的入眼呢 就是看不着这个未来的取出 但是只要是这个数字戒律的话呢 这个人是一定会是这个 最少也是这个获得这个散去的 因此未来的这些很多问题的话呢 我们这个 不是这个二位目睹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通过避量的话 这样这个次戒呢 就是一定会是将来这个转身 这个散去的 但是因为这不能去 究竟解脱至干敌 所以他们仍然需要重新入道去 因为他没有这个菩提心和 这个出离心吧 就是还不能就是 真正到这个解脱的干敌呢 就是还不能这个到 就圆满的 因此我们不因为三去安乐的 三元数字戒律 必须以出离心和菩提心 所设置的这个清净戒律 就是一定要这个数字 这样的这个戒律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他这里呢 就是为了这个宣扬这个功德吧 就是为了宣扬功德 虽然没有这个清净的 这种出离心和菩提心 也可以获得着战时的这样的乐过 下面来讲这个婆戒的这种过患 本论当中这样讲的 呃本论呢就是现在我这里呢 就是以前就是宋子都市讲这个本论呢 就是下面这个事啊 但后来呢就是这些句的有点多余 就是一直没有说 就是现在看到这个也不用吧 就是每一个上面就是本论运事运 就是有点这个 这样讲的 而生最为戒足犯阴戒 然以贪心眼看少女心 恐怖焰若容易 就是什么这个燃烧沙 凡夫突入严重痛苦 他这个宣扬的意思呢 就是虽然这个蓝女呢 就是互相这个戒足 就是没有这个犯阴戒的这个根本戒吧 就是这个不经心的这个根本戒 但是呢 以这个贪爱心 以贪爱心呢 就是看着这个少女的这种这个行为和姿态 或者是这个面容等等 就是这样的话呢 也有很大的这个过患 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呢 就是以贪心来这个眼看这个少女 也是不合不合理的 如果是这个灵重的话呢 就是以这个呃 就是贪心来就是眼看这个男人的这种 这个行为和姿态的话呢 这也是是有很大的这个过患 有什么样的过患呢 今生当中我们用这个 用什么这个贪心来就是 眼看这个少女和这个男人的这样的这个行为的话呢 那么这个来世 你这个来世的时候呢 就有可怕的这个恐怖的这种眼罗足呢 就是用这个燃烧的这个沙子 用燃烧的这种这个分哨呢 就是反反复复的突入到你的这个眼里 这个时候这种痛苦呢 就是非常的这种 这个男人啊 就是非常男人 所以呢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讲过 就是我们这个一般这个数戒的这种这个男众女众的话 尽量这个少这个戒注 虽然你们这个没有这个犯真正的这个根本戒 但是呢 如果这个男女戒注的话呢 就是在凡夫愚解的众生就是很难以就是不生这个贪心 如果以贪心呢 就是经常这个看别人的行为 看别人的这种这个姿态啊 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个造了无量的这种这个恶业 因此呢就是平时在自己这个 应该这个守护自己的根本就是这是非常重要 我当本师释迦牟尼佛这样说过 你甚至不应以这个眼看女人 就是不要说是亲自就是与她这个接触等就是做不进行 就是以这个眼眼看这个女人也是是不合理的 如是做了制止 就是如是做了这个在佛经当中就是就是如是做了这个眼眼眼的这个制止 所以说虽然唯一难以二生 而戒注没有染上了分子圆满 呃远呃什么这个这个违反 呃应于根本戒的过患 就是没有这个发生这种分子圆满吧 就是分子圆满就是上面不是讲了这个积啊 这个呃什么这个意乐啊啊啊然后是那个呃夹心和这个究竟就是这四种圆满吧 就是分那个阴阶 阴阶的话呢就是本来就是有这个四种条件 四种条件具足的话呢就是你这个根本戒已经这个犯了的 那么虽然没有这个啊这样分子圆满的这个犯这个阴阶 然而若唯一文物的菩提心静静俗乎自相续 以太之心引起呃看到那个应该什么这个呃都哭少年的这个什么年少的这个少女的身身身子行为 在其异俗国呢就是非常这个这个可怕的就是 在他的异俗国是呃这个将来的时候吧 就是在将来的时候呢面目震灵呃 雄狠恐怖心为粗暴的阎罗宿门呢气汹汹恶恶狠的用以这个呃火水燃火水赤热 燃烧的这个呃铁杀啊还有这个铜杀就是铜杀不仅仅是一则 而是以业力恶劣众生的业力呃违禁之前翻翻覆覆托入他的呃 呃人来呃你极为这个这个脆弱的这个严狠之中就是意思就是说啊就因为这个一般这个呃呃 来世的这种这个这个地狱众生或者旁诗众生的话他的人来就非常非常的这个脆弱 在这个严重呢就翻翻覆覆的这样的这个热烧呢就是大陆的就是到达就是他的这个眼里面 就这种这个过报呢就是非常可怕的真是这个痛苦难忍 一次分别的痛苦也感情闲也应该生起枪力的严厉之心 就是我们应该心里这样想啊这样的这种这个行为呢实际上是端正的这种一种这个乐数而已 呃终生都有这样的这种分别性就是用自己的这个眼看这个少女的行为 或者是这个男人的这种这个行为呢就是是一种这个向乐就是一种相守 就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一瞬间的这种暗论呢 就是将来就是在呃这个呃非常畅的事件当中呢就是感受这样的痛苦 所以向到这些这个痛苦也感的这种进行呢 应该在这个轮回当中这个生起极为强烈的这个严厉之心啊 就是这是很重要的 念初经当中这样讲的 菊姐姐若以费力作意看与人 再讲烧气爽魔就是这个这个是这个正念经当中就是这样讲的 就是以费力作意吧就是费力作意是以这个他也执行 然后此外呢就是不顿仁波切也是这样讲的 不顿大是吧就是不顿仁波切就是不顿仁波切就是不顿仁波切 里面就是非常非常的难看就是所以这个难看的大道就是他老人家这样 他这里说法和跟前面说法有点不同 他这里如果对女人生起这个非议的这种作意 然后就是用这个贪爱心 贪爱心就是眼看的话 他的这个眼将来是以这个通水 就燃烧的这个通水会烧烂的 就是所以刚才是热烧 在这里面就是通水 就是这个不断仁波切和那个 跟蒙文波丹兹诺 他们的这个观点的这个说法呢 有点点不同的 但实际上呢 就总而言之呢 就是今生当中如果以这个费力作用 这个眼看女人的这种行为的话呢 就是也有非常大的过患 这是那个就是图结的这个过患 就是前面讲这个分所黑白夜的这个过患分二 就是一个是虐索刺戒破戒的这种过患 而呢就是是光说他的分类 第一个就是虐索呢 就是也分二 就是以刺戒的这种功德 和还有这个破戒的过患多如恶趣 第一个呢就是刺戒的功德 唯一这个刺戒的功德 就可以这个足够获得解脱的意思 无论何人俗辞清净戒 虽无一份闻思修行德 时时必定往生清净查 心善无其缘其至特法 就是他这里无论何人俗辞清净戒律 不管是你是那个高尚的人 还是这个地理的人 如果一个人呢就是俗辞那个清净戒律 俗辞这个清净戒律的话呢 就是虽然没有一份这个闻思修行方面的功德 比如说他听闻佛法也是基因也不行 就是自己这个各方面是也不行的 然后思维的话呢 就是没有这个思维的能力 就是思索智慧的话呢也没有 然后这个修行呢 就是也是这个整天都是散乱了 或者是这个就根本这个修不下去的 我们很多人都也这样认为吧 我太笨了太笨了 然后我这个现在一点那个修行的事也没有 就是这么办 我觉得心特别特别烦 就是别人都是可以能背诵几部论点 我连一部论点都是不能背 但是呢你如果这个俗辞一个清净戒律的话呢 就实际上是还是这个 一定会是往生这个极乐世界上这个清净的刹徒 就是他那个 就是他这里呢已经讲了 就是说是只要这个俗辞一个清净戒律的话 没有这个一份的闻思修行的这个功德 就是这样呢 死的时候呢 就是你必定是这个往生极乐刹徒 就是他没有说是可能是或者是呃就是呃就是呃就是 也许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也没有说就是虽然你继承当中就 所以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游戏老年人呢就是也希望你们不要这个心理痛苦呃 有些人呢就是自己认为是现在已经连一闹了就是就已经这个闹念神了就是 就是闻思修行的话呢就是很多方面也非常这个困难的 那这现在怎么办呢就是人生也非常短暂 就是再回到这个年轻的这种这个年代也是是不可能的事情 很多人这个心里有点这个痛苦和自主 但实际上呢只要你这个受持这个清净的戒律就是在临死之前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对这个上师审宝就是不要这个呃就是反对 弃邪见就是自己精进的这个修持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 这就是我们这个传承上师们的这个教言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信任他们的这种这个教言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信三法的这个武器源起的这个特法就是他的一种这个特征 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清净戒律的话呢实际上是他是这个解脱的应就是 那么信此三法呢有很多很多就是这个不会欺负我们的这个一种源起的这个特法就是 比如说这个因缘具足的话呢就是你一定会是到达这样的呃 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因缘具足的话呢 你很快的时间当中会到达哪里的就是他有各种这个途径吧 就是比如说坐飞机啊就是有各种这个途径同样的道理就是 你这样的这个因已经具足的话呢就是你一定会是到达清净戏徒 就是这也是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的他的一种这个特点 就是这样他的这个因缘具足的话呢就是过回这个现象的 那么这个因缘具足呢就是也有很多这个教证的就是因此他这里这个根本文波呢 就是他很这个坚定的这种语言吧就是坚定的语言就是说 你们有些人呢没有任何其他这个闻思修行的这个功德 只要这个殊辞清净戒律的话呢那一定会是往生这个清净这个刹徒 这个意思 何者何者具有福德三缘并且相续违背这个破解的罪行所让我 如理如法赎一切功德者本清净戒律学出入义宝 这此人虽然无有一分其他广文经典端处正义的这个圣舍 以及这个纯属传习法语的这个修行智慧等等 就是这些功德都没有就是虽然你这个一切功德根本的这个戒律呢就是说得很清净 但是这个人呢就是虽然没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光文这个经典方面呢 只要当初正义的这个思索和辩论呢就这些也不懂 再加上是经常这个传习法语的这样的这个智慧 就是连这一点也没有就是当当就是种种不同的增生神和决定神的赢的功德呢都不具足的 但是呢你死亡降临之时 他必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当无比清净的刹徒当中 就是所以这个呢就是大家应该这个深信不疑就是没有这个其他这个闻思修行的话呢就是也一定会是这个往生的 但是破戒者的话呢就是虽然这个闻思修行当这个做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布施啊就是当这个做很多的善事 你这个死的时候呢就是不一定就是往生这个极乐世界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缘起的这个特法吧就是缘起的特法 表面上看来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做的善事也是非常这个不错的也非常这个精进的 但是他能不能这个往生呢就是不但是不能往生就是还有这个很可能这个直接呢堕入这个恶趣就是也有这种这个可能 其因为大致大悲道死释迦牟尼佛教法之根本是这个戒律就是这个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的根本呢就是是戒律 以以封信就是次戒吧就是次戒的这一三法 因所生与得地菩萨同等缘分的稀有安乐之果 绝对是无有欺和无有欺贫的也就是说是这个戒律呢就是是所谓的这个解脱的因 然后呢就是得地菩萨的这种这个灯通缘分呢就是是一种这个缘起性就是他这种这个缘起性呢永远也是不会欺贫的永远也是不会这个欺负我们的 此来空性缘起不向为不向这个违背或者呢就是无欺缘起这个现今之自行 是如海一切教派的这个无上特法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各种这个如大海般的这些教法当中呢都有不同的很多这个特法就是 获得这个解脱的途径呢就是都是不同的这个 所以呢就是中而言之以不管是哪种途径就是 就是最后这个获得的解脱呢就没有什么差别 这是世尊以以这个知处废除之力所发出的事后生 就是知处非处呢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么就是哪些这个因呢就是可以这个得这个过 哪些因呢就是不能得这个过就是他这个因理和不因理就是他那个因和过之间的这个因理和不因呢 唯有这个佛陀才这个知道佛陀呢就是与这个三万阿罗汉不同的有一种叫做是那个 就是出于这个非处就是了知这个出于非处的这种理 就是在实力当中有这种 所以这也是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了知这个就出于这个非处的这个智慧力量 这个所发出的这个事后生 就任何一个人呢就是没有这个任何理由就是说是得这样的这个 受持这样的这个清净戒律呢不会得这样的这个过为啊 就这样的这种这个说法呢就事得就根本是没有的 以这个破戒过患就是堕入恶趣吧就是堕入这个恶趣的道理 若无境界俗乎自相续外表装作光行闻色修 无力漂泊轮回恶趣处举贪欲者满也受痛苦 他这里说这个假设是我刚才所讲的一样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清净戒律来俗乎自己相续的话呢 就是外表呢就是虽然是装模作一样光行这个这些善法 还有这个闻色修行等等 但实际上呢就是没有这个利益 就是对你的这个借头呢就是没有这个利益的 反而呢就是漂泊于这个轮回恶趣当中 所以这些具有这个叹性的这种愚者呢 他的这个满也而这个感受的痛苦是非常可怕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满也的话呢就是前面这个造的一些业 就是然后基层当中呢就是不得不就是已经这个圆满了 就是他的所有的这个因缘就是 就是令这个众生不管是苦还是乐呢 就是他一定要这个感受这样的这种痛苦 就是叫这个满也这个疏苦吧 若无有能够以真实处理性琐瑟的清净戒律 如理如实属乎自相续 令端处罪行呢 那么仅仅是为了他人面前宣扬庄严 外表壮模作样的光泛精心问这个听闻作法思维踏国 希求助助助降服当管兽分怒分赠等等 增上公告傲慢 还这个勇猛为力致舍 但实际上正法与自己的相续背道二则 大家都知道如果那个自己的相续当中呢 就是没有这个清净的戒律 没有以清净的戒律来这个疏忽 在别人面前呢就是为了这个宣扬自己吧 也就是说这个装模作样的 就是开始这个修什么这个相复法 就是修生生的法 别人面前就是说说 我是什么这个密种瑜伽士啊 就是修什么这个愤怒奔赠等等 就是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发现 但实际上呢就是自己的这个相续呢 就是没有与这个正法相应 就是没有与正法相应 非但啊就是对成伴来世之 云九之际无有任何利益 反而这个极为有害的 就是那么这些事情的话呢 就是不但对自己来世的这个成就 是没有这个意义的 反而呢就是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危害 所以呢我们这个一般就是 在自相续当中 如果不具足清净这个戒律的话呢 就是忏悔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 你真正这个能这个 什么这个夫妻这个 风发离生的这种众人的话呢 真是你是一种这个 无有任何就是自信执著的一些瑜伽事以外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这是这个非常这个困难的 应该就是自己呢就是住一个寂静的地方啊 就是自己这个好好的就是忏悔 就是这也是这个很重要的 但现在的很多人的话呢 就是自相续当中不具足这个清净的戒律以后呢 就是反而呢就是对这个清净戒律的人 经常这个毁谤 然后自己呢就是以装目作用的各种 这个所谓的这个密法的一些行为呢 染污这个密宗的这个清净行为 就是这种这个过失呢非常大的 那么这样表面上你做的这个弘法离生 和表面上这个做的一些善行呢 实际上是全部都成为这个恶趣的因 就是这一点呢 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 我们这个所谓的一些这个修行人的话 遇见众生的这个烦恼非常这个严重 有时候呢就是自己的是实在是这个因缘不具足 就是自己的这个出家 或者是居士的一些这个新闻和戒律 就是已经这个任务的话呢 那么自己就是应该这个好好这个闻死 就是自己呢应该好好地这个忏悔 就是这是这个很重要 不然呢就是你在这个别人面前也是宣说 变这个宣说他人的这个过犯 而且自己也是公告恶蛮的 经常呢就是对这些高僧大德 刺激大德呢都要这个一律一改这个毁谤 这样的话呢就是这种行为就是非常这个可怕的 就是不但就是没有任何意义 反而呢就是有极大的这个危害 同常这个罪业深重之人在呼吸间也变回 呃显现今生来世各种这个野感的这种痛苦 尤其是呃此处所说的呃这个造大罪业的 呃大罪业在依靠密法而这个造呃 严重罪业的人将堕入金刚地狱就是图观如意宝 那么这种人是一定会是直接这个堕入这个金刚地狱的 应该这个值得注意的就是作为一个呃上师的话呢就是 就是如果看到这种这个景象的时候呢就是非常这个可怕 就也非常生气啊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他自己就是受不了这个清净的戒律 然后到处都是以这个密法的这个呃这个借口吧就是然后说是哎这个你们这个跟我这个 这个双云法现在这个法王的身体和我的这个身体呢变成这个无二无别呢就是 就是然后法王说呢就是与你啊这个这个这个双云什么这个呃前一段时间有些人是这样子 现在这个这个我这个这个阴晴这个法王融入我的身体 然后与我双云的话呢就是这个呃这个呃这个与法王这个双云没有什么差别就是 就是那么这些语言呢一般来说是我说的时候也是不方便的 但是呢哎我想是为了就是大家应该这个明白就是以后的话呢 就是如果做这些事情的话呢就是是不是我们学院的也很难说的 但是这个这个经常在大城市里面有这种这个这个事情这个发生 就是听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就是非常这个这个生气 就是为什么这个呃以密法和这个一方如意宝呢就是把这个看作这样呢 就是呃就然后呢就是毁谤就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呢就是他自己这个增上烦了就是然后他自己这个烦了戒的话呢 就是他都有不敢这个见我们 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的就是啊不管是这个他还手呢 就是他那个呃就是不清净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学院当中呢就是为了这个学院的 这个这个惯例就是呃在上师如意宝也是这样的这个清净道正的这个惯例的话呢就是不得不锁 但是在外面的话呢我像是那个呃就是现在魔法时代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破解的现象也是非常多的就是啊 只要是你的这个见解就是没有这个破损就是也就是说你这个对这个佛法没有这个协奖 还是一种这个心思散发的话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个人之间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不敢的吧 就是有些我们这个出去的时候以前在学院里面就是带过后来呢就是这个已经这个换术了的话见都不敢见 但是心里面呢好像这个毕竟呢就是以前也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呃这个我们之间也是可以算是一种这个长期的这种文思修行的关系吧 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心里面有这个一种这个感情但是呢就是一直这个不敢见就是这种现象呢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最严重的最可怕的最这个分横的这个呃就是是以这个法王或者是以其他的这个上师或者呢就是以密法来这个染污密法 就是这一点呢就是特别这个可怕 所以呃我们那个在座的这个所有这个金刚道友各自的这个眼里是不同的 有些呢就是即生当中肯定就是自己的一切善法就是是圆满的但尤其呢就是不一定圆满 但没有圆满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忏悔就是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呃这个呃前往前往不要以这个密法和这个上师的这种这个呃口气或者是以这种这个方式来就是燃污或者这个欺骗其他宗生 这种这个这个罪过呢就是相当大的就是突怪如意宝意思是应该这个意思是这样说的就是或者呢就是为堕入金刚地狱 也会就是堕入恶趣深渊之中 于无数皆种感受痛苦 最后呢就是若暂时从恶趣当中获得解脱 但因为自相续无有处理性和菩提心的这个清净种子 所以呢就是必将犹如碎车之轮 品种之风一样始终经年不断扭转于路到先帝之中 漂泊于轮回恶趣之中就是还这个漂泊于这个轮回这个之中 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其因为在他人面前进行狡诈这个欺骗 然后呢就是这个是以贪执 贪执贪执妙义以及世间罢法具有贪心 然后这个逼配恶性者愚者 众生依靠正法积累严重罪业 就是他这里讲的吧就是依靠这个正法积累严重罪业 他们就是顶强罪业 罪恶满意赶照漂泊轮回恶趣之中 遭受各种各样的痛苦 所以这个呢就是就非常这个重要 就是大家应该这个记住 佛藏经当中这样说的就是舍利者 比如严格执人就是非男非女 因为他那个严格执人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男人的这种种子 也不是这个女人就是他不具这个女人的这种相 那么破戒比丘的话呢就是也与此相同 就是非在家也非出家 就是说出家的话呢就是他不具足这个清净的戒律 说在家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穿着衣服等等就是都是也是这个出家 所以他呢就是已经这个严格执人一样就是非出家非在家 受众后呢就是直接就是堕入这个恶趣的就是这样这种 这种人的这个破戒者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堕入这个地狱的 那么这是这个比丘的话呢就是只是这个在这里就是说说而已 实际上的话呢就是比丘里这个撒命和撒命里呢就是都是这个相同的 那么就是这个四万之后的话呢就是他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事件的这个阶段吧 就直接呢就是堕入这个地狱当中就是这个意思 直堕这个地狱就是下面呢就是讲第二个第三个文 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光说呢就是分三个方面 然后分着自己往生刹土和破戒堕入这个地狱之力 还有这个其他的什么慈戒无情获得得财和破戒转身恶鬼之力 然后慈戒天生具有奔向和破戒于不净处转为叛生之力 第一个呢就是分四其中第一个是这个众所胜处 就是众所胜处呢就是也分二就慈戒的功德和破戒的过患 那么慈戒的人呢就是众的来说这个宣说他的这个胜处 就是将来的这个转身之处就是极为这个美妙 聚戒胜处广大莲花中 聚足相好殊胜庄严胜 就是他那个具有清净戒律的人的话呢 就将来就是他会转身到就是天界当中 也是这个在莲花当中降生的 或者就是降生就是降生诞生 降生的话有些人说是降下来生的 然后那个诞生的话呢就是这个圣上去降生是不是 释迦牟尼佛降生 释迦牟尼佛诞生 释迦牟尼佛出生这样的 他这里具有清净戒律的人呢 将来在莲花当中降生 并且具足相好殊胜的庄严身体 他都具足享用佛法无路甘露位 他就可以享用佛法甘露位 烟是种种珠宝正欢喜 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呢 也是有烟 他这里应该是用这个天人 或者是那个往生极乐世界 和清净刹土当中的众生的一种这个描写吧 很是具有灵佛欢喜的清净戒律者 菩提戒乐 时候将往生于义游戏 或者是一文句许于苏浅花般的广大量化之中 义游戏就是清净刹土当中 有些这个花般义游戏 义游戏的话就是八公里 还是八公里吧 是吧 莲花的花般特别广大 这是数字清净戒律的大事 具足神妙三十二相 八十损好极其殊胜光 无比壮扬的圣体 他就具足了具有这个妙相 具有妙相的话 一般专门网也是不太明显的这种相好有的 他这里应该是获得了成就以上 不然的话一般这个三十二相 八十罪号是没有的 主人天龙当也是无法看别 如此端眼的身体令人见而生邪 一切佛对内耳敢说相用佛语 或者是佛法演习 他的佛对内 比如说他往生到清净上极乐世界的话 这个菩萨他自己也是具有一定相同的这种相好 然后同时他可以享用阿弥陀佛的这种佛语和佛法的西言 他可以接受 无有有如稀奇之天龙殊僧 这个佛法就像是没有任何不清净稀奇的天龙的寺庙甘露一样 身上也是这个庄严这个绿域和还这个非这个流离 就是流离的这种 这个银罗闭幻等各种宝珠这个视频 就是宝珠这个主宝视频 发出这个悦儿的声音 内心中也是生起无路悦而知感 真是欢喜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下面大家一起回相供乐